音乐 音乐 就我们一节认的学员来讲 如果长时间已经都在训习这个缘和妙音 我们怎么样从被动式的这个训习 聆听的状态 进入到主动的学习 有可能有吟唱的机会 越高段的法 跟越 你们之前讲 越 越珍贵的一个东西 你就要有越什么样 越强有力的承载 当你没有强有力的承载 你没办法 所以你们世间法不是也想要讲一句话吗 厚德载福啊 对不对 厚德载福啊 所以 原来妙音 你要去主动 去运作它的时候 你势必你要能够成长 那你就得问看 你的福够不够啊 那你的德够不够啊 所以 原来妙音不是一种 所谓的音乐的传习嘛 音乐技巧的演练 它不是的 所以 它必须是所谓的灵性的升华 它才有办法 当然啦 它有所谓的阶层 比如说你一个练习的阶段 跟你一个运作作用的阶段 它是不一样的 那我想这个大家 应该不会觉得太陌生这种概念 因为你任何一个学术也是这样 如果管管艺术 任何一个艺术类别也是这样 你有学习 刚学习的阶段 你也有成熟的阶段 你也有开始去教育的阶段 运用的阶段 对不对 那比如说 我们小时候学画 要去练习嘛 那最后 可以练练练练画到很好 可以展览嘛 对不对 是这样的概念 那 原来妙音 如果你把它当作 世间的这一种 所谓的音乐来讲 那它也可以成立 因为有的人 乐风不同 他听了乐就好 对 世间的娱乐 那你看 那很多人就会讲说 世间娱乐不只是好听而已 它还有它的意义 你看这时候就来了 前面我们讲 圆和妙音 如果你能秉除文字跟定义 那你才能够去体验到它的真实 生命的真实 广而言之 你在运作圆和妙音 能够到主动的时候 你要有这个概念 你不是老要有意识 老要有意识 可是世间人老要听一个什么意思 听不懂意思 就说不懂 就是听不懂 对不对 其实它已经接受到了 可是就被它的意识形态在谈掉了 一个人叫尖叫一声 啊 你已经听到了 你可能就可以从这一声啊里面感受到恐惧的 对不对 或者是惊艳的 对不对 或者是等等等一大堆 对不对 那 他这一个尖叫的人 有附助跟你说 我尖叫这一声是恐惧的吗 你才感受到恐惧吗 所以我们人本具的这一种决心 随着我们的意识形态跟我们的经验的堆叠 和知识尝试的累积 越来越退化 越来越退化 所以我们都顾及我们的脑 跟我们的身体的这种事情 有的人说不是 我们也感觉 对不对 我们也顾及精神 你看 尽我们所讲出来的感觉跟精神类 多数也都是我们的脑子的运作 那原来没有人就是叫你放下这些东西 所以你从领受的时候 就是在训练这个 听嘛 你刚刚讲一个听嘛 一个唱嘛 对不对 那你这个领受听 你不去训练的时候 你只是在那边求保佑 对不对 磁场可以变好 当然 他有这种附属功能 对不对 那我们也要补足 这不究竟 那如果你的心态永远这样 你永远 弃不了所谓的 唱颂于立即唱声的这一个层面 永远没办法 那这时候你 嘴巴长在你身上 你可不可以开口唱 你当然可以 可是 你的开口唱 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运作 就不是源而妙因 他可能只是世间人讲的 叫做吟唱 对不对 即兴 哼哼哈哈 对不对 就像你在浴室洗澡啊 也会哼哼哈哈做曲啊 对不对 你不当做他做曲啊 你开开心情哼哼哈哈 也是这样子啊 那你开开心在浴室哼哼哈哈 对不对 你自己也可以 在里面梳理得很愉快啊 那也无可厚非 可是至于要去 作用到永远苗因的 全然的作用力 那就不太容易 甚至有时候还会 遭感一些负面的现象 这个在我们的 这些 长年来的 这些对待 众生的这个历程里面 常常有发生过 有的人就太过傲慢 有个人太过看轻 等等等等 他也拿去唱 听了就去唱 结果就遭感很多 做他们所谓的协议 自己的精神分裂 然后还要再回来找我们的 圆和苗因再去进化 再把它调理回来 你看 对啊 那你到底是去跟人家唱 还是拿圆和苗因去招 稍微麻烦 所以要达到能够用 他就要有一套完整的 所谓功法概念 然后你去执行 然后在过程里面 这教学也都是无为教学法 浸泡着 他有在应时应地当中 去什么 应 对吧 比如说教学者 就会去应学习者 然后做一种自然的引导 所以他也不是一招一招来的 然后他虽然不是一招一招来的 他也不是没有招式 他有点像你们武侠小说 在写的太极 太极的那个概念 可是他还有一招一招 那所以这种都是什么 激发 去存化你的生命之地 的时候你有远 你开口 你就会 你就可以